这一篇跟大家介绍的是 在特定资料夹中搜寻纸资料夹或档案 如果需要在特定资料夹中搜寻里面的纸资料夹或者是档案时 就可以使用资料夹的搜寻方块 输入资料夹或档案名称 快速搜寻资料夹或档案 首先我们到低潮 低潮现在有这么多的资料夹 资料夹里面还有很多的纸资料夹和档案 如果要一个一个寻找的话会很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在资料夹右上方的搜寻方块里面 输入想要寻找的资料夹或档案名称 比如说我输入音乐 现在可以看到音乐的资料夹 或者是档案全部都秀出来了 那我们继续回到上一页 假设现在只要搜寻图片的资料 那我也知道图片的副档名 例如点jpg或点png 那我现在输入全字弦 空一格01 空一格 点jpg 空一格就代表多一个搜寻条件 现在有全字弦01.jpg三个搜寻条件 Windows7会自动搜寻有这三个搜寻条件的档案 因为我在低潮搜寻 所以低潮的档案部分资料夹我都可以搜寻得到 那Windows7也有预设搜寻条件 修改日期大小 我们现在图片这个资料夹 如果我在这个资料夹搜寻的话 那就只会搜寻到这个资料夹 和底价值资料夹的档案 不会搜寻到其他资料夹的档案 点选一下修改日期 修改日期可以用预设的像昨天或制定日期 点一下大小 可以用预设值也可以自己制定 当然修改日期和大小也可以同时用两个搜寻条件 比如说先修改日期再接着大小 接下来假如说我已经搜寻到我想要的档案了 我想开启这个档案的资料夹位置 那我就在这个档案上面 按下滑鼠右键 选择开启档案位置 现在看到Windows7已经直接挑到这个档案的资料夹了 如果你的资料数量很多 善用搜寻可以加快寻找档案的速度 谢谢 我们先在13%的效果 我们先在的4分下